嘿,大家好,我是DDIO 那我今天是當綠色風明行動聯盟 是一個在台灣在地的環保團體 我們上次就有來做了一個提案 叫開放系列永續資料庫工人智慧補完計劃 名字有點差,我們在做什麼呢? 簡單說大家應該有聽過ESG 不管你是在投資還是在比如說環境或是晉明的這個 總之我們這邊想做的事情是因為ESG常被大家來說 這個是企業來考慮的一個手段 但我們會覺得既然有ESG 然後企業會因為這樣需要公開它的所有的這些社會環境和治理面相關條件 它既然公開了,它敢公開 我們就敢把它的這些公開的資料 全部整理成資料庫的東西放出來來給大家分析 所以這邊是一個例子 這個是台灣某一間企業的報告 看起來企業的東西都是它做很多事情,成了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數據到底放在實際上的狀況 看起來怎麼樣呢? 其實當我們拿來對一些國際的標準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它承諾的東西好像沒有它文字上寫起來這麼厲害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在當我們資料開放之後 我們可以拿來做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另外我們拿了企業的減碳趨勢來畫的一個圖 就是我們發現企業其實它的承諾和它實際上的排放量比起來的兩條線實際上蠻多的 如果拿現在實際排放的推過的話 它2050承諾那個精靈碳排的線看起來是明顯的達不到的 對,所以要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們需要讓ESG的資料可以把它開放出來 對,那 為什麼要再刪呢? 好,然後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整理了兩百多本的報告書 從已經整理了好幾年的資料 現在正在做2020年的資料 所以這些資料整理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整理成 至少是這樣的表格 然後也可以做後續的很多的分析 但整理的表格現在全部是人工的 因為這東西是這樣的難用程式來去判讀 所以也會有非常多的問題 比如說像是光是碳排的半酬一 我們就有很多種不同的寫法 可能會有單位 大家可能會分成很多不同的工廠標 總之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單標這些報告書其實非常好人力成分 所以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用養活路來說 第一條是我們讓這個判讀的人工的成本降低 就我們現在磕完一個 就我們花了兩個月 現在磕完一個使用者的介面可以讓大家來直接玩的 然後另外一條路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看能不能用聊聊或是其他的工具 來去幫忙自動判讀 對,好,簡單說今天邀請大家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來找我們或是掃這個QR Code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看我們現在做的工具 我們做了一個是可以群眾協作的 就是你打開之後我們就會分配送給你 讓你認定 比如說給你一本報告書 給你兩個欄位 讓你來看這些欄位 幫我們來看這些欄位 然後還有幫人家驗證其他人提交的資料 對,那除此之外 當然如果你想要製作這個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工具的話 對,如果你是工程師 然後設計師 或者是皮帶專家 都歡迎一起來找我們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